请不吝点赞 彼此还相互争宠 谁争得过我们师兄弟啊 一个城 一个宝 谁敢惹我们 我们就把他袈裟在城堡中间 动弹不得 万一 我们去看师父好不好 嘘 小声 喂 蓝姨 是个小娃娃呀 是个女娃娃 她怎么那么小 哭声却这么大 她一定刚出生不久 就被人遗弃在这儿了 哪有这种娘吗 不想要就不要生了吗 哪有生了又遗弃在这里呢 她一定饿坏了 我们赶快回去喂她吃的吧 嗯 这哭声啊跟你小时候相极了 这哪儿了呀 像我啊 像 你一个呀 哭声 把狼好骨都能掀翻天 嗯 连那狼啊都不敢嚎了 真的那么像我吗 嗯 准是有人故意把她放在这儿 嗯 想让我们收留她 嗯 一定是的 这一点啊 和你跟金城被遗弃的命运也挺像的 嘿嘿 蓝姨 你看 她长得多漂亮啊 是啊 你说天底下怎么有这么狠心的父母啊 是啊 这多好的孩子啊 嗯 就狠心不要了 嘿蓝姨 你看 嘿嘿嘿嘿嘿嘿嘿 嗯 嗯 嗯 手轻点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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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女娃娃越长越漂亮了 嗯 可不是吗 我越看越觉得长得跟我挺像的 哟 像你这个小傻蛋可就完了 嘿嘿嘿 嗯 有本事自己生一个 嗯 又多像有多像 是不是啊 师兄还没有成绩呢 长有有序嘛 我哪能先抢着当爹啊 可是呢 好人有好报 嗯 没想到老天爷让我先当上爹咯 慢点慢点 嗯 你看他笑了 他让我爹咯 慢点慢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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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师 你是不是找到了孩子的爹娘了 你看你看 道观中捡到弃养的孩子 这也不是第一回了 我们都会尽量给这些可怜的孩子 找到最为合适受养他们的人家 啊 啊 剑师 找到收养孩子的人家了吗 收养人必须要真心真意的疼爱孩子 尤其这个孩子很可能没有足月的出生 先天不良 需要加倍的小心看护 连夜里也不能有一丁点闪失 这现成的爹娘啊 可不是好当的 哎 不要紧啊 我可以在蓝衣的禅房里打地铺 夜里就交给我了 我连瞌睡都不打地盯着他 哎 对呀 我跟金宝可以轮班照顾他 嗯 哎 好吧 嗯 再给他找到好人家受养之前 就先交给你们俩照顾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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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你这小脸蛋儿就像刚升起的太阳哦 哈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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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啊 爹和静青大伯最喜欢在阳光下跑步了 以后呢 爹就背着你跑 哎 哎 哎 刚升起的太阳 嗯 这个比喻好 我们就叫他若曦怎么样 若曦 嗯 若曦 哎 若曦 哦 哎 哎 金宝 哎呀 金宝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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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你这么当爹的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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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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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哎 哎 哎 拉拉屎一点也不秀气 照顺服务啊 当我确信 你爹安然无恙的那一刻 我真的是高兴得要发狂 因为在这世间 唯一能阻碍我取你的理由 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我当着你爹的面 承诺要照顾你一生一世 可是 我仍然没有答应你 因为所有的答案 都细在一个人身上 你应该明白我指的是谁吧 我当然明白 你认为强强的失踪 跟我有关系 一定要等到强强平安无事地回来 才相信我跟她的清白 跟你说 即使我在到这里 把我扶持在我身边 我也不曾对她 有任何邪念 因为从小 师父教我们练功 最重要的 就是克制自己 有任何不当的预念 你看着我的眼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强强不是好端端的又冒出来了吗 我叫你不用担心她的 你在担心我吗 你 你的肚子上 你是说 我以前老闹肚子的毛病 全好了 现在肚子里什么坏东西都没有了 曾经拥有又失去了 我李强强好像又重新活了一次 从头到脚 跟刚出生的娃娃一样 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 刚出生的娃娃 没错 我正想问你 娃娃在哪里啊 她是把自己比作刚出生的娃娃 其实我倒觉得 强强跟以前确实不太一样了 你现在散发着一种 一种不同的韵味 你以前就跟金宝一样 只是个没有长大的孩子 现在却成熟得像个女人了 你应该明白 我为什么会从女孩 变成女人的原因 过去的事都如过眼云烟 不必再提了 只要你没事 只要没有人受到伤害 我不是告诉你 我已经没事了 你也该明白 现在一切都解决了 既然强强的问题解决了 我们就可以安心地准备婚事了 我打算求平遥王 为我们主持婚礼 恭喜你们 我会送一份 很好的礼物给你们 你心里想要的答案和谜底 都会在这份礼物里面 你应该跟我学学 如果 你不能狠下心 丢下自己的包袱 你就永远改变不了你的命运 只要她改变不了我们两个的命运 其他的就由她去吧 若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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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孩子哪来的 有人遗弃在道观的花园里 我和莱姨就把她抱回来养了 这么标致的女娃娃 居然有人这么狠心地将她遗弃了 你怎么知道是个女娃娃 你看 一看就是个女娃娃嘛 好美的一双眼睛啊 她还有一个更美的名字呢 叫若曦 就像早上升起的阳光一样 以前你不是最怕早晨的阳光吗 因为兰姨每天早晨都会揪你起来练功的 若曦 若曦 人如其名 很相配 不过 她还未足月 一定要好好照顾她呀 富儿不愧是大夫 连不足月都一瞧便知 这孩子真是可怜 时到她那天又饿又动 如果不是我们发现得早 恐怕小命早就没了 瞧 我们长得多像 我注定了要做她的爹 万一这孩子的亲娘后悔了 上门要回她 那她娘 得联位一起要回去 我呀 死也不跟若曦分开了 你为什么这么废寝忘事的 苦练武技呢 我说过 我要改变自己的命令 你打算离开这里了吗 没错 走以前 你总该去看看你的女儿若曦啊 若曦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这件小衣裳 你总该认识吧 当时 你一针一线缝制她的母爱呢 我所有的母爱 都随着孩子 都随着孩子 一起夭折了 把她还给我 我要烧掉她 你记不记得 她在你肚子里的时候 你曾经告诉我 已经不能忽视她的存在的事实了 现在就算你把这件衣服 烧掉了 也不能否认 若曦已经存在的事实啊 那是有人从我身边 硬把她抢走 是他们剥夺了 我做母亲的权利 你以为我真是铁石心肠 身上一块烧 被活生生剥下 还不会痛 不会流血 不会流泪吗 我不懂啊 你的意思是说 有人把孩子抢走了 谁会这么做啊 强强 我求求你 把所有真相告诉我 我必须知道 你的孩子在哪里 孩子的爹是谁 我求你啊 我要知道所有的答案 我绝不可能带着 这么多疑惑嫁给京城啊 我明白了 你就要嫁给京城了 而你放不下 我和京城的孩子 强强 我求求你说实话吧 其实你早有答案 你知道我不会为别人 我只会 为我心爱的男人 生下孩子 不论他是死了还是活着 都是跟我今生最爱的男人 金城所生的 就算你想折磨我 不愿意给我答案 难道你对若曦 就毫不留恋吗 你不要用一个 莫须有的若曦打动我 我的心不会软化 因为你比我更加绝情 明知道我需要你的时候 却丢下我不管 我生这个孩子的时候 叫天不灵 叫地不应 孩子落地的那一刻 就已经夭折了 义父 飞云山人说 您手腕的力道还没有恢复 现在射箭会伤了筋骨 以后就不能再射箭了 我要尽快恢复 百步川阳的本事 然后一箭射穿 也听到老银贼的脑门 义父 义父 您不要操之过急嘛 义父 成儿 一箭尽 小龙 肯定 插得还挺像 还不睁眼啊 他没事 很快就会醒过来的 佟大夫 搜查继父有没有收获 都搜遍了 没有夜明珠下落 依我看 纪大人应该不可能 藏你夜明珠啊 兰姨 你刚才试过义父的身手 他不可能是装病 隐藏实力吧 他报兵出手 还拼死维护你的安危 此人算得上是个坦荡君子 以他目前的能耐 根本不可能 有那么强大的地下部队 我跟兰姨的判断是一样的 义父是一个光明磊落的大将军 他一辈子领军沙场 正面搏杀 绝不可能去干 剑薄的光的暗杀行动 一定是有人嫁祸给他 而且是有计划地陷害他 要不是为了 尽快洗脱义父的嫌疑 我绝不会出此下策 来试探我义父 趁他还没有醒过来 赶快扶他进去 免得他起疑心哪 虽然月亭是 头号可疑的主使人 可是没有证据 谁也定不了他的罪 大家想想 还有什么线索吗 兰姨 你想起什么了吗 我的记忆是恢复了 不过我的记性可是差多了 金城 你快送纪大人回去吧 我们大家赶快分头办事 四驱平摇城 你要加倍小心 我知道 你表面上是请大王为你主婚 其实我要将所有搜集到的 对义父有利的证据 亲自交给平摇王 平摇王不是个 没有智能的婚君 不过 他身边的曹公公 到底站在谁那边 还很难说 纪人节和月亭的夙愿 牵涉到平摇王的权力斗争 你最好不要卷进去 可是保护好我义父 就是间接打击月亭 也能为 身在月王府的师父 帮上一点忙 一家的两代冤仇 都由我和你师父承担 我不希望再连累你们小辈 你只要记住 尽快地平安回来 我和你师父 准备为你和傅儿 举办一场隆重的婚礼 你快去快回 走吧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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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以为这身手俐落 功夫漂亮的人就是金城 没想到会是你 看样子你的隐身术越练越好 连你的缺点都隐藏不见了 你信不信我据我这首漂亮的功夫 打你出去 我问你 进心道观是不是星天了什么人 星天了人 你是不是也想进道观修心养性 改过向善了 你最好去问问仙师 依我看 他绝不可能要你这个杀了明光 又将他弃尸的凶手 我是冒着生命危险来见你的 你就少废话 我问什么你答什么 最近道观里添了什么人 你说的人 是多大年纪啊 从刚出生 到七老八十都包括在内 道观里面怎么会有刚出生的娃娃呢 这娃娃是刀怪的跟你不相干 不准你碰她 你说什么 跟我不相干 是啊 你想当娃娃献成了娘啊 做梦 原来都是你师父导演的 我师父 你说 这是我师父的娃娃 当然不是她的 也不是你这个笨蛋的 我是她爹 瞎着了吧 若曦是我女儿 这辈子都别再说你是她爹 你不配 我才不会为你生孩子 我就是要告诉你 别以为你不喜欢我 天下就没有女人会为我生孩子 瞧清楚 这就是我的女儿 她 为什么抢这个孩子 金宝 快把她关进地窖 道观中发生一连串的事 包括明光被害 我要一并审问她 明光是谁 我为什么要杀她 还敢狡辩 她是照顾我的道姑 佟大夫说 你亲口承认杀了她 佟大夫 你找到她呢 她没死 金宝 嗯 把她关进地窖 嗯 哎 金宝把所有的罪过 都推到我身上吧 我不怕 我力强强死也不会 露到你们手里 走 快吃 算了 让她去吧 这丫头太刁钻了 什么狠毒的事都做得出来 怕一个小丫头 能起得了什么作用 让金宝去收拾她好了 金宝看见她 就想喝了化果水 彻底隐形了 别动气吓着了孩子 快进屋吧 你为什么还要回来 为什么要抢那个孩子 没什么原因 我存心来找麻烦 就是让你们不痛快 你 你胡作非为 无药可救 连一个跟你无怨无仇的婴儿 你都不放过 我警告你 别以为我救你 是对你还有感情 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 你离我和若曦 越远越好 你没有白疼她 若曦的确是你女儿 请大王三思 纪人节要求单独觐见本王 你们就不用跟着了 大王尊贵无比 不要孤身涉险了 由金城与本王同行 金城 大王 是我特许金城 不需经过你通报 可以直接进宫见驾 臣不是不信任 金城的忠诚和物意 可是为了确保大王的安全 臣不能不有所顾虑 这 吩咐背马 本王要和金城一起去见他义父 求大王恩准 臣派遣御前侍卫 远远跟随 绝不打扰大王与季大人的会晤 义父的身体尚未完全康复 突然派一名 我都不认识的人秘密求见 事先都没有通知我 这件事有些蹊跷 听清楚了吗 大王 这样太危险了 如果本王没有料错 他们的老把戏 今天也该玩到尽头了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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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这么紧急要见本王 纪人节是接到宫中密室传来口信 要臣尽快赶来单独觐见大王 本王从未传过口信给你 反而倒是接到你单独求见的密函 大王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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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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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 驾 衍人节 一再行刺本王 太辜负我的后安了 大王明察 mad 竟然间你这些刺客卷非同等吗 大王 这是蓄意嫁祸 用 combat 好 fact 谁是你们主任 放开我 放开 a 好 ah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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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王 大王小心的 呃 快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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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嘿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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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义父 你没事吧 没事 臣就驾来迟 罪该万死 起来吧 脱下他的上衣 他身上一定似有一个剂子 他身上的绝非臣 金城 本王叫你假装受伤 把我交给刺客 你为什么不遵旨 大王料事如神 只是金城没有大王的胆量 也没有料到大王有深藏不漏的剑术 大王英明 大王 这些人处心积虑 他们 可惜操之过急 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 大王 大王 你的伤 还能骑马吗 当年陪伴大王出生入死 再重的伤还是召气不武 那好 本王准你回家养伤后传 臣遵旨 不过 你这位文武双全的义子 本王要暂时留在身边了 那臣告退了 你这位文武双全的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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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边来见本王的秘使 究竟是何人 臣遵旨 进城 你跟我来 大王回宫 不要御前侍卫随行吗 我们去琉璃宫 除了刘朗月和佟福尔 外人从未踏入过琉璃宫 就连曹公公 都没有如此接近过德飞 上来吧 这就是传说中 因为失去白玉夜明珠 化为一滴泪水的本王的爱妻 德飞 留下的是青芒夜明珠 他始终在等待着 与失去的白玉夜明珠团圆 朕有那一天的话 本王也不知道 能不能在德飞团圆 京城这次进宫建家 为的是以手上的证据 和自己的性命 向大王担保 我义父纪人节 绝对和这白玉夜明珠的失去 毫无任何关系 请大王明察 本王从来就没有怀疑过纪人节 当年纪人节 与本王并肩作战 九死一生 才夺得这两颗西式夜明珠 当时我身负重伤 纪人节若心生歹念 欲将二珠据为己有 是轻而易举的事 可是他 却将本王和叶明珠 安然地送回平遥城 这样一位忠臣 本王怎么会 关于他的清白 原来大王始终坚信义父的忠诚 不过 到底是谁 谁与我平遥王为敌 我也并非一无所知 你再嫁婚义父的人 除了素有仇愿的月亭 绝对不是月亭 月亭浩大行 要想杀我的话 早就行动 短不可能陈遥布局十余年之久 就算月亭冲在前面 幕后主使者所要的 也不只是我的人头 和平遥王的宝座 大王似乎胸有成竹 白玉和亲王 合而为一的神奇功效 众说分约 可是本王钻研多年 除了证明他能让德飞的遗体 完好之外 其他的功效 仍止于传说 我有一种直觉 最近发生的一切 都与本王获得夜明珠的过程有关 月亭也好 几人节也罢 他们都只是幕后主使者 向我报仇的棋子 谁要向大王报仇 那是一段 至今让我们莫名悔恨的往事 无论如何 金城都会像保护义父一样 誓死互为大王 金城 你与本王真的素未谋面吗 这一份贺礼 就请先转赠给富儿姑娘 这件金链鱼鱼 原本是我送给德飞的武艺 这武艺上的一丝艺人 都是最杰出珍贵的手工 金城 就请你转赠给富儿姑娘 聊表本王祝福的心意 大王亲赠厚礼 金城感激不尽 金城代富儿谢大王恩典 本王宁可用全天下的保护 甚至不惜用我的王位 来换取德飞的重生 好 你只要把他练好 你的孩子 再倒灌就会很安全 你应该听从指示 早一天完成任务 就早一天与你女儿团聚 说不定 你还能当上王妃 我知道 这孩子不是京城的 不过我可以替你做主 不但让你跟定着他 有朝一日 因为一家三口 还能成为人上人 你知道 我为什么那么厚待你吗 因为你沾了京城的光 你该一辈子感恩 好好地服侍他 血道受伤的 不过久会影响武艺 我可不希望 因此影响了你未来的使命 下次再轻举妄动 我就废了你的手脚 你身上唯一有利用价值的武器 一旦变成了废物 你将一文不值 你的女儿还会因为你的愚蠢 而丢掉小命 不管你是谁 都休想操纵我和我女儿的命运 我绝不会把若曦 留在道观替你们摆布 我要把她带走 我 我给你帮你帮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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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我一定不能被打扮 我一定要带你离开周围 若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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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啊 你叫什么 才一个月大的孩子 他能回答你才怪呢 他总会哭的吧 他要是看不见爹的话 就应该大声哭啊 见我才好去救他 若曦 哎呀 蠢东西 你呀 若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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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是把他到处带到处放 若曦 他到底把他放在哪儿了 你好好想想啊你啊 你好好想想 昨晚最后见到他 是什么时候 昨晚我就睡在摇篮边了 因为这红糖睡着了 我才睡的 可是今天早上一起来 他就不见了 这么说 是昨天夜里有人把他抱走了 可是谁会这么做呢 强强 强强 你老实告诉我 那天强强 为什么要抱走若曦 我哪知道啊 他有时候就像个疯子一样 任性妄为根本没有理由的 也许他没有亲人 看不到我们宠若曦吧 强强心术不正 孩子要真落在他手里 准美好下场 也不一定是他 我们也不能乱冤枉人吧 你还活着他 那天要不是你硬把他救走 我一定会好好收拾他 看他敢不敢再做 偷鸡摸狗的事 若曦 你在哪里 你哭一声回答我呀 我是你爹呀 你在哪里啊 若曦 你在哪里啊 对不起 人受伤 没有奶水喂你 被自己的女儿都喂不包 我算什么亲命 悟空 怎么这么烫手啊 他病了 怎么办 谁来救救他 谁来救救我们母女俩 老天爷啊 老天爷啊 帮帮我们 帮帮我们呢 老天爷 老天爷 你太不公平了 我李强强 哪一点比不上别人 为什么你害我如此凄惨 富儿 什么人啊 富儿 救我啊 强强 快进屋去说 把门锁上 老天爷 老天爷 要罚就罚我 老天爷 要罚就罚我 孩子 孩子 是无辜的 吃饱了就为他吃药 退烧的 老天爷 富儿 你不问我 这孩子是谁的 一个母亲抱着自己的女儿 还用问吗 除非你不认她 除非我死 我再也 我再也不会不认她了 富儿 富儿